理財分半鐘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半鐘 林修詠 理財要有一套周全的計劃 由做家庭預算開始 去將資金逐漸地存下來 並且同時用有效的方法 去將這些資金做投資 這些方法最好能夠幫你省稅 和將投資的風險減少到 一個適合你個人或家庭情況的水平 理財不是投機和賭博 是需要有計劃、心思、耐心和原則的 絕對不能貪多貪快 做了家庭預算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還需要實行一個每一天記帳的習慣 不論支出是用現金、支票或信用卡 家庭成員都應該每天將支出寄下來 記帳是不用動用電腦系統 往往用紙筆更簡單快捷 帳目表應該跟預算表同樣的分類 以便定期做比較 這樣做起初好像很厭煩 但習慣了你就不會覺得麻煩了 每一間公司、每一個國家 每年都要花時間去做預算 家庭的財政 怎能夠不預先做好預算和實行記帳呢 投資的長期回報是跟風險相連 世界上是沒有長期低風險、高收益的投資 投資的時候 如果資金過分集中到某小部分的投資對象 甚至盲目地用一些高風險的投機工具 好像期貨、期權等等 去達到本小利大的目的 結果往往是焦頭爛額的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